有一天 我也是要成功 拿到金牌 老陸 我東西都收好了 我走了 好 再見 好 就這樣走了 今天穿得這麼貴氣 有事嗎 好歹我現在也還是新婚階段 總有個新娘子的樣子 是 陸太太下班了 永久的下班了 跟我一樣 跟我也是 不是 今天是我服務這棟大樓 最後一天 幾十年的光陰都在這裡度過了 以後一切化為機翼 不復返囉 唉 我將我最青春的年華 都貢獻在這裡了 歲月匆匆 留下的只是懷念哪 今天只有灰灰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沒有人留念 也沒有人說 再見 真悲哀你 真是淒慘 現在是在補兜一支 很難配合也不下去了 我是說 我到現在我才知道 我的人緣這麼差 連老陸都對我這麼冷淡 我要走了 沒半個人來送我 老陸啊 有人找你 太太 這麼多年來 感謝你對我們的照顧與支持 我們都很捨不得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來送你 林阿姨 謝謝你這麼盡心盡力的 照顧我們大家 謝謝 老陸 謝謝你這些年 對我們大樓的服務 我已經開始想念 你的歲歲念了 你以後還是可以 打電話給我 以上報告完畢 明天開幕的流程 大家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很好 明天要是大家 都有這種幹勁的話 我相信絕對沒有問題 報告經理 我會負責帶動大家的 真好 真有我年輕時候樣子 這算是一種讚美吧 當然 小莫 忘了剛剛那句話 好吧 今天下午呢 我們所有的主管 都要到竹北去做準備 為了讓大家有充分的體力 可以備戰 所以天天已經先幫大家 在竹北訂好飯店房間了 那寶叔也會 我跟天天 還有小經理 待會兒就直接到餐廳 我看既然這樣 慌慌跟小莫一起來 很多事情要靠你了 那我呢 你啊 跟我回家 你明天要負責帶奶奶 還有媽到竹北去 責任重大了 好 沒問題 明天餐廳終於要開幕了 我個人真是感觸良多 要不是有你們的努力 今天不會走到這一步 一個人的夢只是夢 一群人的夢卻會實現 感謝你們 謝謝 駿派 你做到了 大姐會感到驕傲的 希望媽明天會開心 一定會的 要是她不開心的話 責任我負 你說的 我 我只是開玩笑的嘛 我當真了 真 對 好了 今天會議就到這裡 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好 金白 那我們先走了 好 沒問題 我們走吧 好 待會兒見了 待會兒見 你等我一下 好 等 對了 我還要去一下銀行 我跟妳一起去 好 好 黃昏 妳的腳不痛了嗎 沒事了 好 那我去煮杯吧 好 走 我們可以先到那裡去發傳單 去妳找公司 那我們也回家吧 走 進來 那個 等我一下 我們一起走 等妳 我要回家 蕭叔 再見 來了 都走了 都走了 一對一對都走了 都走就都走唄 那個你們放心啊 那個電腦我會關 那個門我會關啊 你放心地走吧你們啊 打個電話給他們 打個電話給他們 安琪 叮當 你們知道我有多想你們嗎 好 媽 明天金牌的餐廳 就要開幕了 好 要是妳以前 一定會為了開幕酒會 很慎重的 去選一套新的衣服 所以我幫妳準備好了 明天妳穿起來 一定會很漂亮 媽 妳幫我說得太好 我很慚愧 之前金牌創業三次 我們找了借口禮家三次 那時候怎麼沒有想到 是把妳一個人 孤零零的 留在這空洞的房子裡 而妳卻一句抱怨也沒有 妳對我們做太多 我覺得妳做太少 所以把妳送到安逸養院的事 我答應不了妳 媽 我怎麼樣都做不到 妳就讓我跟金牌 來 把妳留在身邊 盡忍子自笑 不要怕 我會牽妳的手 我可以用妳的手 要不要怕 我喜歡 我會把你拿走 我會把你的手 來看 我會把你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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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把你拿走